坦诚点 第一个 长相是要 长相一般的 哎 撒谎了不 你猜 大家都叫我什么呢 大家都叫我小龙女 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是什么样子呢 小龙女长得可漂亮 那你是喜欢漂亮的 还是喜欢一般的 喜欢漂亮的 哎 撒谎了不 坦诚点 第一个 长相是要 长相一般的 小龙女那么漂亮行不 哎 天哪 那还说啥呀 讨厌 小嘉宾 心里有数了吧 我可是上着厅堂 下着厨房 你跟她出不去 也能回得来的人 心里有数 心里得有点数 海燕哪 对 长点喜事吧 来 三号女嘉宾 二号女嘉宾也太强戏了 三号加百劲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你平时是不是沟通少啊 工作太忙啊 工作挺忙 没有时间 在什么当位上班啊 我就个人抱的 这是领导不小的领导 大领导 这个工作您还满意不 只要是可上进 勤奋的人都是可贵的 您刚才问了说她平常擅不擅长沟通 她说她好像是挺忙 不在擅长沟通 那你擅长沟通不 嗯 我还可以吧 你得主动点啊 阿姨 嗯 可以 嗯嗯 来 我们三号啊 来 咱下一位四号女嘉宾 男嘉宾 你好 平时爱看看新闻报纸之类的吗 没问题啊 为啥问这问题啊 因为我比较爱看报纸 爱看新闻 爱看书 遇到有共同语言的就要唠一唠嘛 比如说有啥热点新闻了 愿不愿意跟你老伴分享一下呀 那当然希望有人分享了 我愿意挺啊 愿意挺 是不你看完之后 你跟他叨不叨我还长知识 是不那你在你老伙伴里边 那你就是这个了 那我一天拿工啊 没工啊 除了转地狗就换发门 我拿工 怎么 主要是生意太好了 就太多钱等着叔叔赚了 爱不了雨 我要么钱怎么挣我兜里来就行 对 你就负责挣钱 我们阿姨就负责高雅 好不好 她就在家小饭给你一做 小报纸给你一看 一回来 哎 这媳妇怎么看怎么得劲 行吗 行啊 那太好了 就这么定了啊 这是我们四号女嘉宾 四位女嘉宾啊 每个人都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当然了 你心里边打对号的呢 那咱也拦不住 到底谁更适合我们男嘉宾呢 还请我们情感导师和小红娘 先给你推荐一下 这咱们大哥一上来 总录一阵风 这个精气神啊 这腿脚这个利索呀 原来是可以这样 干那么多的活 她这个人嘛 就过日啥 应该还可以 应该还勤 你看咱们这些女嘉宾啊 从你的兴趣爱好 生活做饭啊 洗衣啊什么都跟你问了个遍 对你那么感兴趣 但是我觉得咱们二号姐姐 给你那小娃娃音一唱啊 哎呦我天呐 我发现你第一次主动的表白 好 这一下子给我们全都惊艳了 哎呀真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我觉得二号姐姐对你的印象深 你对她的印象也深 另外一个你从听者的这个角度来说 咱们不能光娱乐 咱也要有新闻呢 所以我觉得四号姐姐在这方面呢 给你弥补 你想想你工作那么忙 就在你老伴身边就全都听到了 所以我觉得二号和四号对你感兴趣 本来就挑干得烙 就按照叔叔的诉求来讲 四位阿姨确实是都挺漂亮 气质型的 但是尤其漂亮的 那肯定是二号了 你自己合计合计 烫得也好 也迷人 但是如果说跟二号长相 有点类似的 类型的 真是四号属于小家碧玉型的 但是叔叔我不得不提醒你 三号阿姨 人家是属于气质型的 戴范儿型的 所以说你自己喜欢小家碧玉型的 那种长得非常温婉型的 二号四号呢 还是喜欢三号阿姨 那种大女主的气质型的 你自己合计合计 我是从长相给你推荐了 阿姨说 完了 开始搓手指头了 男嘉宾 你不管最终选择谁 一定忠于自己内心 这个不好 这个不能 不见得 就通过第一轮的沟通 加上我们的推荐 您会选择谁 作为您的第一位约会女嘉宾 咱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魅力女嘉宾人人都花美 冷酷男嘉宾笑得何不拢嘴 这是纯纯的大美女 说啊 你要闯关了 你这个英雄要闯哪个人关了 对对对 那真像小龙女 现场相亲气氛拉满 问啥男士说啥不干 100分 怎么都不拼呢 我还是100分 爱美之心人间有之满 就是白带越热 我不想跑 爱的选择 稍后继续 平时299元一桶的 脱乳蛋白粉 为何突然降价 99元带走一整箱 奶粉啊 大家都知道 要喝新鲜的 才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与其说啊 等着它在仓库里边 发霉过激 我还不如啊 便宜点卖给大家喝 就当是啊 给我们做宣传了 99元就可以带走 一箱火乳蛋白粉 张总 您怎么确保 火乳蛋白粉性质呢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 今天啊 给大家的每一层 火乳蛋白粉 都是新疆千然牧场 原生态 先加工的 优质火乳蛋白粉 您拿回去啊 可以随便喝 有任何的品质问题 我们退钱退货 它不是打着 驼奶旗号的固体饮料 也不是参加造假的劣质奶 它是选自新疆有机牧场 奶源纯正 配方科学 著名歌手陈宏老师 敬请推荐的 拖乳蛋白粉 富含多种维生素 全营养 更健康 每天喝一杯 健康 好身体 好消息 好消息 演唱过常回家看看的 著名歌手陈宏老师 敬请推荐 源自新疆 天然牧场 原生态 先加工的 美术拖乳蛋白粉 正在举办 惠民回馈活动 原价 299元一桶 今天现实值降200元 只要99元即可带走 等等 还没完 99元带走的不是一两桶 而是整整一大箱 是的 您没有听错 99元带走一整箱 一桶320克 能喝一个月 一天只要一块一毛钱 你就能喝到 比超市更便宜 营养 剥乳蛋白粉 机会实在难得 赶快拨打电话 订购吧 每一桶都是新鲜的鸵奶 直接喷喷 新的生产日期 确保您喝下去的每一口 都是天然 纯正 营养的优质好鸵奶 是的 观众朋友 鸵奶一直都属于 真心乳品 因为它产奶期短 产量又特别少 那么同时 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 所以有沙漠 白鸡之称 在商场里面 超市里面的一桶 少说也要三四百块钱 对对对 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根本就喝不起 但是今天 观众朋友 只要您听前 一百名打听电话的 九十九元 就可以带走 整整一箱鸵奶粉 好消息 好消息 演唱过 常回家看看的 著名歌手 陈虹老师 亲情推荐 源自新疆天然牧场 原生态 先加工的 美术鸵奶粉 正在举办 惠民回馈活动 原价 二百九十九元一桶 今天现实值 降二百元 只要九十九元 即可带走 等等还没完 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九十九元 带走的不是一两桶 而是整整一大箱 是的 您没有听错 九十九元 带走一整箱 一桶三百二十克 能喝一个月 一天只要 一块一毛钱 你就能喝到 比超市更便宜 营养好脱奶 机会实在难得 赶快拨打电话 订够吧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如果您是单身 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您可以拨打热线 024-2318-6789 或者是到抖音上搜索 聊台爱的选择 都可以找到我们 那咱男嘉宾啊 刚才聊了一番之后 这是心潮澎湃啊 到底会选择谁 去追随她的第一位 约会女嘉宾呢 2号 2号 小龙女 小龙女 来 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这打扮也太实上了 像明星一样 感觉就像电影里头 走出来的人一样 这太有侠女的范儿了 身材也太好了 这一下又变成像小龙女了 有完的意思了 对对对 这类似像小龙女 发现这可真是百变大咖 真是她呀 真的是 就年轻时候 谁见了谁都多愿意瞅一瞅 这是纯纯的大美女 叔啊 你要闯关了 你这个英雄要闯美人关了 哎呀 有点棒 这家嫂还嫁人 年轻时候 是 真是水灵 真好看 现在她还说自己是小龙女的样 那咱就得给她鉴定鉴定了 请莫叔叔 是 有请我们2号小龙女参考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永远年轻的刘洋 我就是心态好 永远不服输不服老 好 欢迎您 谢谢 贾一声珠光宝气的 来 认识认识 热气场 你好 男嘉宾 冒昧地问一下 这是真头发是假头发 真头发 我的发型 从来都是我自己身体的 自己身体的 好看吗 好看 这个男子就是过日很爱心的 没有别的那些事 我发现咱们女嘉宾 从那一走过来的时候 我忽然间想起来 就当年咱们看一个电影 就是《美人鱼》你知道吗 我这个曲子就自己那个 对呀 太美了 这就是美人鱼呀 而且你说谁能相信她是57岁 59 59 60年呢 你太年轻了 长得了 你心太好 我眼睛门都接着 别的叔叔 你这英雄难过 没人关了吧 今天很难闯啊 叔啊 能不能过 咱们先问几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呢 叔叔 你喜不喜欢小动物 我不喜欢 不喜欢 这个问题先在这搁着 我们先看一下女嘉宾的短片 20854号 刘女士 58岁 沈阳人 社保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独立 我一直相信有一句话 善待他人 就是善待自己 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大家好 我是刘颖 我喜欢与人为善 不为别的 只是为心里那份愉悦 也许是因为这份善良 与快乐 所以我在十年的月少生涯里 和无数个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也陪伴了无数个小婴儿 度过了他们生命的最初 也最懵懂可爱的时光 我可是有正书的金牌月少 而且我刚活特别干净利索 所以我的家也打理的整洁温馨 我两个小狗是我捡来的 毕竟是两个生命 我给他们一个家 也给自己一个牵挂 我是一个外向性格的人 喜欢唱歌 喜欢热闹 没事会跟朋友们聚一聚 唱着歌 旅旅游 出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 我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我之前一直好奇 我说这头发呀 要是没有卷的时候是什么样 到这个缅当里 选择 场合了 他在演出的场合 他当然要盛广 他在演出场合 要平时的话 要是平时的话 有点过 你觉得这种好看还是那种好看 哪种都好看 哪种都好看 我 这正是我想要听到的 他比男的吧 他喜欢漂亮 你喜欢年轻的 男人 男人的本性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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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问题 就我刚才问了咱叔叔 你喜不喜欢小狗 小动物 咱说不喜欢 阿姨家那两只小狗 一直陪着他 咋走 性格有点太内向了 可以不爱 但是不伤害就可以 你看看他 你这个鲜呢 我也没办法 对吧 这两面性嘛 他有他爱美的这个一方面 但是他又很务实 他是越少 那就说明他有爱心 他性格应该很好 你喜欢养狗 哦 小动物也是一个生命啊 都好养活他玩一会儿 我的狗很干净 你再干净那一会儿 我都可以干净 钓毛 毛梯里都溜干净 我的狗都脆衣 你乐养我 回我老家养我 回平常养 我们女嘉宾 就阿姨 这两只小狗 可是两只流浪狗 你知道吗 当时我们导演去拍VCR的时候 阿姨提到这两只小狗 都哽咽了 因为他觉得他太可怜了 所以他要给他关怀 给他温暖 所以叔叔 您刚才那个回答 我都给你捏把汗呢 人家可以真的有爱心 这样有爱心的女人 娶回家里 你得多幸福啊 他有爱心 他有爱心 他平常有爱心 你来平常养 来平常养我 来平常我也有房子 你来那也怎样养我 都是 心胸夹摆 那狗谁喂啊 你夹羊啊 你去你是我喂呗 你带人你足够不厚 不行 狗是我的陪伴 那有老伴来 老伴也不能放弃狗啊 他谁没有缺点 都没有缺点 流浪狗胆子特别小 如果一旦离开 就是因为知道 我给他救回来的 他一旦离开我 他就是没有安全感 羊狗那不一样 他羊狗我不能找 他一直纠结 这个小狗的问题 真是大小狗 多少时间洗一次澡 一般情况是半个月 掉毛然后有味儿 他要拿跑 又有味儿的 真的养肚为人太多了 不能天天洗 小狗的皮肤有一个治愈 如果洗澡了 他就总有个皮肤病 要从内疤 人得人得勤怒 再勤怀那不也定毛 现在首先 你觉得我们阿姨 是个干净人不 对 是个干净人 我没有承想 我没有承想 他能这个态度 这么不礼貌 就是这么冷场 小动物的事儿 其实我们叔叔 不是没有爱心 听出来了 他是因为比较爱干净 我相信 就我们叔叔也好 阿姨也好 都是在自己的生活里边 都是有智慧的人 有那点点不舒服 如果说有爱情的话 一定会想出来办法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其他方面 你对我们阿姨满意不 满意 那给我们阿姨打个分吧 打100分 哎呀 就是虽然有狗的事儿在呢 我这怎么的都不行 那我还是100分 很正常啊 爱美之心 人间有之嘛 来 您给她打个分 仙女 96分 但是也不能给打太低的 毕竟是个男人 也要脸面 是不及格了吧 96分 因为没有完人 所以没有满分 我要打80分 具体啊 两个人能不能走得更近呢 能不能共同去面对这个问题 去突破它呢 俩人就坐啊 进入约会时间 更多的了解 来 走 三分钟的时间俩人相互了解一下 人家结婚了 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挺好的 都结婚了 腰板停下来 戴上手吧 腰板停下来 行啊 对 抵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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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男人 一定腰板停下来 你是男人 说啥 腰板停下来 你是爷们 说啥 你想说啥呀 你养狗 这是第一番的 男嘉宾 还是很紧张在那坐着 我跟你说 生活当中 一定要学会交流 必须得有语言沟通 我跟我对心理人爱着沟通 那我应该明白 对对 你有这个小动物 我就不要沟通 因为他不算沟通 所以不好沟通 对 言外之意 阿姨说有些事情 需要沟通 也就是说好多事情 是可以妥协 可以改变的 你写的话 那是改变不了 没有 刚才我姨已经跟你讲了 你可能没有注意听 他只是限于现在那个 小狗是小宝宝阶段 就挺零 所以叔叔你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如果说他真的影响你俩生活质量了 我相信阿姨是明白 他毕竟是金牌月嫂 他肯定会雇大头的 咱说舍弃是不能舍弃 对吧姨 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嗯 你看 放心吧 阿姨 就是把这个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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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 男嘉宾终止相亲 起身要走 女嘉宾好言劝说 只想挽留 大哥有个态度 你看你背着我 怎么了 我小龙女儿 都不配跟你说一句话吗 相亲现场首次氛围降至冰点 女嘉宾力挽狂澜 收获掌声一片 男人嘛 就像小孩一样 女人就是老师 要把你这个男人学成交好 我跟你说姨 你能交好吗 我给你大大一个赞 现在的选择精彩稍后继续 这人上了岁数 这脖子经常痛 还发硬 手臂 手指 发麻 这一低头啊 发晕 肩背 还痛 好沼醉 颈椎病 快快轻松 快轻松排健康胶囊 由内而至疏通颈椎 颈椎病 快快轻松 快轻松 真的快轻松 乐泰快轻松 平时299元一桶的 鸵乳蛋白粉 为何突然降价 99元带走一整箱 今天呢给大家的每一桶 鸵乳蛋白粉 都是用相关部门正规奶粉批号 纯正的鸵乳蛋白粉 我们的每一滴鸵奶均产自 专属天然牧场新疆 每一只骆驼都是吃白草 饮三甜 自然环境好 无污染 无激素 保证了奶源的纯净 而且呢 我们还运用了最新的一次成粉工艺 从奶源到成品仅需24个小时 没错 保证了鸵奶的原成菜 和营养成分的活性 那等于说 喝我们的鸵乳蛋白粉 就相当于喝纯鲜鸵奶了 说的太对了 而且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好 每100克的鸵乳蛋白粉 蛋白质含量是5.3克 哎 蛋白质是什么呢 是我们人体生命的主要构成物质 那么蛋白质呀 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多种氨基酸 是保证我们人体健康的重要物质 所以呢 蛋白质的含量是直接决定了 鸵乳蛋白粉 营养价值 趁着这次惠名的活动啊 咱们陈宏老师亲情推荐的鸵乳蛋白粉 原下要299元一桶 现在只要你打电话 给99元带走整整一箱鸵奶粉 好消息好消息 演唱过常回家看看的著名歌手 陈宏老师亲情推荐 源自新疆天然牧场 原生泰先加工的美术鸵乳蛋白粉 正在举办惠名回馈活动 原价299元一桶 今天现实值降200元 只要99元即可带走等等 还没完 99元带走的不是一两桶 而是整整一大箱 是的您没有听错 99元带走一整箱 一桶320克能喝一个月 一天只要1块1毛钱 你就能喝到比超市更便宜 营养多乳蛋白粉 机会实在难得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你听我告诉你一句 密室里头还有三位嘉宾 通过我们现在沟通聊天 密室里的三位嘉宾 也在听你怎么说 对 如果都会有选择 好几眼 你怎样 说来就来 大哥 明白吗 不用了 真的不知道 他现在似乎是在封闭自己 他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打开 生活当中 你一样眼睛舒服 你自己也是舒服 你三代眼睛也是三代自己 对不 不是 社会景业丰富 你想问他 你问吧 他都爱说 跟他说两句 你家里几个人呢 三个人 确实场面挺尴尬 挺尴尬的 大哥有个态度 你看你背着我 怎么了 我小龙女儿 就都不配跟你说句话吗 怎么不配合呢 那为什么你一直 从人家沙发内感那么好吗 我 我现在问你三口语儿竟谁 对啊 孩子 你两个孩子 你有喜伴儿 儿媳妇 我有喜伴儿呢 上边来吗 你说话 你说儿子和儿媳妇 你跟儿子和儿媳妇摘起生活吗 不行 各个各的 各个各的 对 那你也当爷爷了吧 当啊 你看 都当过爷爷的了 那肯定经过很多风雨了 是不 今天来到这你就应该读得 不论如何 要把现在这一段录完 我下去 可以还有三号 一号四号 家宾 三位女嘉宾 总有你一款 明白吗 这就是演技交往 对 是不 对 对 有的人不能成父亲 还能成朋友呢 对不这句话 所以说 你不能那么冷 就是他不上沟通 就没法和他沟通 你现在问的咋 他也不说 多尴尬啊 多尴尬啊 对 屏幕下有多少观众在看爱的选择 有多少单身男女在看爱的选择 这是在给大家的机会 你拿出你男子汉的风范 你还刚一点 你说从那地方干啥 我那么不待见吗 性格有点太内向 我多给你面子 我给你面子不 面子用不着给 特别形成 这本来是想法特别偏激 嗯 我发现个事啊 叔叔 你可能都没有感觉 我发现这个二号阿姨 她脾气真是太好了 就是你刚才那个状态 有点脸酸了 但是我发现二号阿姨 真的很会化解矛盾 我跟你讲 就你这小脾气 叔叔 你这小脾气 换了一个女人 我跟你讲 做不到她那份上 在这块我就给二号阿姨点赞 您脾气真太好 谁要取账 你真有福气了 您今天啊 要是因为小狗这关 你要逾越不过去的话 你就损失了 你这小劲儿 谁敢嫁给你啊 叔叔 咱 人没有皮就不是人了 你这老杨的狗 我说给你找个房 找个农村房 给你喂还不行 你还让我等你 男嘉宾就是太木讷了 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协商的 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 生活当中哪有绝对的 都是相对的 互相理解的 他 你怎么能这个态度呢 你看 你看 男人嘛 就像小孩儿一样 女人就是老师 把你这个男人学成交好 我跟你说 你能交好 我给你大大一个赞 另外一件事物 就叫月桑 离婚多少年了 离婚十六年了 十六年了 也许是十六年 照就得他有点孤独 反正性格吧 也得点内向 因为交流的人比较少 比较自我 还有点倔强 男人嘛 都有点脾气 有点倔强 可能他们又遇到他那什么的人吧 如果说他遇到 一样 遇到他中意的 他恐怕这画笋就打开了 学生嘛 手指都伸出来 还有长有短 而且这老师 学生有高有矮 这个很正常 毕竟我得估计大级 对吧 因为已经在录制现场了 在我身边 一定要让他变成好学生 会呀 一定会让他变成好学生 就交给你了 刚才还点酸呢 不酸了 我的网名叫暖心嘛 暖心 暖心妞妞 就是温暖大家 给大家带来温暖 自己也快乐自己 特别给你点赞 我善解人意 一下子又想起来了 我们女嘉宾 她做月嫂的 金牌 金牌月嫂 那你刚才 就是跟我们男嘉宾沟通的时候 你心里边 你到底是把她当成一个 萍水相逢的朋友 还是 还是真的就拿她当个小孩了 她是一个学生啊 她是一个生 老小孩 她可能没有 怎么说 没有光明的前途 现在是挺暗淡的 挺 有什么 挺自闭自己的 不爱交流 但是我要打开她心扉 我要让她变成 有自信的男人 哇 因为你是男人嘛 是不 首先具备我杨刚之气 我是男人 我是男人 还有我是爷们 OK 对不 OK不 OK不 男嘉宾 就是之前我们了解 咱男嘉宾来找老伴 其实目的很简单 她就只是说 我找一个能陪着我的 有那么一个温暖的说话的人 能做口肉饭吃就行了 但是您那一下子啊 就把这个层次给提高了 升华了 老伴不仅仅是吃饱了 过日子 还有生活还得指量 是不是 你说为什么要去旅游啊 是不 你看 大好河山 看那风景那花海 心情多美啊 对啊 是不 生活当中需要美 知道吗 也需要快乐啊 音乐就是陶冶琴桃子 听着音乐心里也美 对不对 咱咱咱咱咬嘴唇 生活当中 离不开音乐对吧 离不开美 对啊 离不开爱 离不开温暖 更离不开老师 老师 好温柔 最后一句话 来这老师 密室里边啊 可能还有三位老师呢 男嘉宾你好 你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你应该高兴 高兴啊 女嘉宾对你多善解人意啊 你应该高兴 遇到这样的 就是成与不成是小事 遇到这样的朋友 你也得高兴 这都是缘分 来到这个舞台 你就得展示自己 这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有啥想法也说出来 别不说 你要不说 我们也不清楚 你需要找什么样的伴侣 你需要什么爱好啊 需要他做什么呢 你也说出来 表现出来 台下还有三位女嘉宾 在关注你 所以说 笑一点 高兴一点 人想了解你 男嘉宾 我也没啥 好专业的理由 说这几句话 他还能好一点 让他心情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 男嘉宾好 我稍稍提示一下啊 因为刚才咱们二号姐姐 已经说了很多 其实我们都是萍水相逢 他可以是你的伴侣 也可以你不选择他 他也可以不选择你 这没有任何强求 但是你见面了 必要的礼貌 必要的招呼 必要的交流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一个修养 还有我们自己和别人相处 过程当中 人际交往必须要注重的一点 另外一个我觉得 见面了之后 我们避免言语特别的尖刻 因为往往可能说我就不行了 我觉得怎么 其实你可以埋在心里 最后你选择的时候 你花可以不给他 他也可以不一定为你转身 是不是 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 言语一定要和缓 大哥 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对 对 你得往心里去 你得长点心 叔叔 我来当队也是 我一安排完了 我也不爱知识 你知道不 安排你干啥 你就干啥就完事了 有个好老伴一调剂他 能是好学生 还能是好学生 哎呀都调剂这老半天了 这位学生 这个主持人问您一下 还要不要继续聊 不用了吧 不用了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没有了 就是最后想跟这位兄弟说一声 生活是美好的 心情是愉悦的 善待他人 就是善待自己 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生活 对 善待你未来的妻子吧 哎呀 来二位请起 要是在台下 我没有本 我估计都不能跟他说话 那我会陌生就走了 真的会走了 其实我们小龙女 今天表现的真的是 太好了 可圈可点 这个 有人问说我们爱的选择 我现场是不是导演的 这谁敢导演 这谁能想到 我真太意外了 但是我们尊重您的意见 我特别赞赏咱们二号女嘉宾的 礼仪和修为 能够非常大度开朗的和对方交流 这一点是一般人 是不会具备让的胸襟的 特别给你点赞 相信你一定在我们爱的选择舞台上 找到那个赏识你的人 嗯 一定会的 今天我们在台上 女嘉宾给男嘉宾 好好地上了一课 这学生 上得挺开心 挺乐的 现在还高兴呢 来吧 我们女嘉宾稍事休息 谢谢 这边请 谁不 哎呀 真棒啊 表现真不错 表现不错 对 表现正好 这就是正好 打扮得像个仙女似的 就坐你旁边了 你起事就走啊 他养狗 我是最烦最烦的 你烦的是狗 也不是他 你说你跟他来啥劲呢 我还跟他拉啥呀 哎呀 好吧 如果说 如果说要是没养狗的话 其他的也都挺符合您的条件 您会不会说 生活当中有一点事 你就跟人俩来劲呢 那不会 不会啊 我信你了 叔叔 他是不是他不说 他是因为我说那句话 他说把狗送农村平房养 我说不行 我说狗必须陪伴 他就不愿意了 我们男嘉宾会选择谁 作为他的第二位 约会女嘉宾呢 稍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文婉女士 现场出亮相 男嘉宾表达欲望 突然变强 清水芙蓉啊 我暂时离不了家 因为一定要照顾父亲 我现在害怕输入 因为这原言又走了 在哪儿 你还没合你 你看 也哪也不去 相亲气氛不断攀登 现场热情逐渐回升 还找一堆行的 我马上就行 你看 这么一看他脾气好像还行 精彩 稍后继续 平时299元一桶的 脱乳蛋白粉 为何突然降价 99元带走一整箱 奶粉啊 大家都知道 要喝新鲜的 才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与其说啊 等着它在仓库里边发霉过激 我还不如啊 便宜点卖给大家喝 就当是啊 给我们做宣传了 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 火乳蛋白粉 张总 您怎么确保 火乳蛋白粉性质呢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 今天啊 给大家的每一桶 火乳蛋白粉 都是新疆千然牧场 原生泰 先加工的优质 火乳蛋白粉 您拿回去啊 可以随便喝 有任何的品质问题 我们退钱退货 它 不是打着驼奶旗号的固体饮料 也不是参加造假的劣质奶 它是选自新疆有机牧场 乃源纯正 配方科学 著名歌手陈宏老师 心情推荐的 拖乳蛋白粉 富含多种维生素 全营养 更健康 每天喝一杯 健康 好身体 好消息 好消息 演唱过常回家看看的著名歌手 陈宏老师 心情推荐 源自新疆天然牧场 原生泰 先加工的美术拖乳蛋白粉 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 原价299元一桶 今天现实值降200元 只要99元即可带走 等等 还没完 99元带走的不是一两桶 而是整整一大箱 是的 您没有听错 99元带走一整箱 一桶320克 能喝一个月 一天只要一块一毛钱 你就能喝到 比超市更便宜 营养多乳蛋白粉 机会实在难得 赶快拨打电话 用够吧 每一桶都是新鲜的鸵奶 直接喷喷 新的生产日期 确保您喝下去的每一口 都是天然 纯正营养的优质好铜奶 是的 观众朋友 鸵奶一直都属于真心乳品 因为它产奶期短 产量又特别少 那么同时 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 所以有沙漠白金之称 在商场里面 超市里面这一桶 少说也要三四百块钱 对对对 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根本就喝不起 但是今天 观众朋友 只要您去前100名 打听电话的 99元就可以带走 整整一箱铜奶粉 好消息 好消息 演唱过常回家看看的 著名歌手陈虹老师 亲情推荐 源自新疆天然牧场 原生泰 先加工的美术铜奶粉 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 原价299元一桶 今天现实值降200元 只要99元即可带走 等等 还没完 前100名打听电话的朋友 99元带走的不是一两桶 而是整整一大箱 是的 您没有听错 99元带走一整箱 一桶320克 能喝一个月 一天只要一块一毛钱 你就能喝到 比超市更便宜 营养好脱奶 机会实在难得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今天来到现场呢 咱男嘉宾啊 乍一看脸有点冷 一了解呢还挺热闹 但是刚才又发生了一些小情况 现在心情平复了吗 一般人是我跟你说 会有一种感觉挺难看的 说不下去了 但是你必要找话题 你绝对不可能冷场 冷场主持人怎么去跟你讲解 你这种场合 知道不 这种场合我一定要不能让他冷了 我要把他说笑了 他得维持这个节目 知道不 所以说没看他好有笑的 我说他 他也就笑了 男人嘛 其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 男人都有平行 他比较 内向性格的男人嘛 都比较倔 能选第二位女嘉宾吗 能 能啊 但是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咱男嘉宾 就刚才那事发生之后 你选他 他都不一定能上台 要住刚才我站在台上 晃一般人 又站起来走了 都上台拉倒呗 那不行啊 我没看好的 我有原则 我看好的 我也有原则 我必须得把它拿下呀 对不对 来 选择 您第二位要选的是谁 四号 四号 咱文文说了 这四号属于小家碧玉型 来 咱看看大屏幕 这是在洗澡 对 洗澡 对 玉服嘛 至少现在肯定是全素颜的 因为刚洗过澡嘛 嗯 很知性啊 清水芙蓉啊 嗯 这种喜欢吗 不喜欢 喜欢 我们请出四号女嘉宾 爱情就像一杯美酒 越酒越醇香 大家好 我是刘嘉宾 好 欢迎您 有点紧张 你好 你好 你别紧张 这个造型 这男嘉宾的造型 这个行 不是 这男嘉宾的感觉像 我来看热闹来的 跟我没有一份闻 看这种感觉 来 叔叔 来儿认识一下 你好 你好 嗯 我们女嘉宾穿的是小隔衣服 就看着特别的文甲 刚才在密室里边 也看到我们男嘉宾的状况了 嗯 看到 他哪有他会输的 你得会调剂他 您想养小猫小狗吗 我不养 但是我很喜欢 你说 他就是啥 他底气不足 没有自信你知道吗 您不养的原因是啥呢 是因为他掉毛 而且有味道 好 就有共同语言了 哎呀 那我就不担心了 我们男嘉宾也是这个担忧 他是觉得掉毛有味道 嗯 所以这个事过去了 是不是 这就不是他不养 跟你的想法一样啊 来吧 我们这就可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咱们女嘉宾了啊 请看大屏幕 19770号 刘女士52岁 沈阳人 国企退休 无住房 儿子在读 人如果没有精神世界 那就宛如一副空壳 多读书多学习 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己的精神充能 让顽强的灵魂可以抵御一切困难 大家好 我是关注时事欣赏诗词的刘嘉宾 一直以来 我都在追求单纯自由的慢生活 天气好时到公园里 乘着席卷着树叶清香的风 悠闲的打回扑克 算算布 在家时追追新剧 刷刷手机 做一个时尚的老少女 休闲和自由 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管 对于我来说 孝顺父母 照顾父母 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现在和哥哥 正在轮流照顾父亲 我不希望树玉境而封不止的事情 在我身上发生 现阶段 我把我的大部分时间 都放在照顾父亲身上 我年少时的单纯 自由 父母为我守护 父母年代后的安逸健康 也需要我的照顾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爱的选择 您来了 我也喜欢文艺 你喜欢文艺的女生吗 她没有自信 体系不足 你看那丑的女人 你看那斜眼丑 你看那 看斜眼丑的女人 你看对吧 你看 上下左右的斜眼丑 都不过正眼丑的人 虽然你自己没有时间看 但是支持她 是吗 因为我时间很多 我的时间很充足 就是给父亲做饭之后 这个时间基本 这就是给他洗洗涮涮的 手手屋子之后 就都是我自由时间 所以你的热情 没有被生活所打磨掉 反而让自己的内心精神境界 更加的风盈了 一说就有点太高大上了 高大上 但是有个问题 叔叔 我记得你之前跟我们说过 你想找一个无后顾之忧的 时时刻刻跟自己 待在一块儿的这样女士 是不 父亲我先记上个队 我暂时离不了家 因为一定要照顾父亲 我现在害怕叔叔 因为这原言又走了 上哪儿 上哪儿去的 我没合你 你看 也哪儿也不去 咱们就要打分了 来 给我们李嘉宾打个分 来 男嘉宾 98 98分 这比上一位给的高了 我很简单 就是他人没有完人 为什么说我不能给他打100分 为什么说96分 人没有完人 打不了满分 我感觉他这个人应该比较善良吧 这种人 太好调教了 对 你得说到他心里 跟他幸福口服 这会儿我做了 OK 这才是我的中心 他不是说很那种 拔中气宠 他很自然 主要是他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开刀 对 确实在舞台上有些人会表现 有些人不会表现 但是经历过那么多年 这个风吹雨打的咱们女嘉宾们 一眼就能看中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我要要的 这个分数挺好 评价也挺高 来 二位请就座 进入约会时间 我是让大家来了解我 我不是针对于他们的 对 行了 要赠父亲 有数码吗 我有 几个孩子 一个 小的小的 男孩 挺好 你是烧个炉 对啊 你自己承包的 多长是 不是 咱们一个全体承包的 嗯 嗯 还成价呢 上大学 嗯 还没成价呢 嗯 嗯 他就聊他自己去 嗯 现在这就是 两个人把磕落散了一会儿 你能 上女方家去吗 不能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那什么 你善待别人的时候 就是善待自己 你凭下别人的时候 要眼睛难看的时候 我想想 假如你站在那位子 别人让你难看 你会什么心情 那是处得好 俩人感情好的话 去哪都一样 嗯 知道吧 那你那个 上班在哪 在玉红啊 对啊 我发现了 这俩人都是实在人 都不是一个 擅长 特别擅长表达的人 没有 二号姐姐那个 能说会到 嘴巴 但是有人犯定 不见得有这口才 你能说出来 有些人有才没有才 说不出来 嘴笨 他说你嘴笨 四号阿姨 你嘴笨吗 我说我 我嘴笨 我跟你说 叔叔现在反而还聪明了 他现在说话 都把四号阿姨给带进去 是吗 咋闷咋闷 咋的你俩到一家了吗 叔叔 你这进度挺快呀 人家不了解您呢 那羊羊狗 我说给你早定 早二倍都不行 那你还想过来 雄忍犯有点 是不是 有应用 他数字没有那么高 你不要要求他 他没有那么高的数字 大哥 你的工作多钱呢 我就一千多 我是那个功龄短 但是沈阳补的那次 我没有 就是我当时没有赶上 沈阳在我退休的那年 七月份有个机会 我没赶上 这俩人也算是 什么方面都问到了 孩子呀 这个退休工资啊 等等的 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 彼此的情感状况了 因为他俩比较害羞 你让他俩主动去 唠对方情感 不能好意思 来咱看一下大屏幕 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还是互相分担 生活上全指望一个人 疲惫感会脱发感情 我跟前妻认为性格不合分开的 不愿意做家务 家里的大事小事 等我下班之后处理 时间长了挺累的 2010年离回以后 我一直没找 上一段会员 没能幸福也没什么感情 这样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会有一些抗拒会员 自己个人挺好的 但是回到家里 没有说话的人 没洗礼的顾忌 是单身的人 都能感同身受的 在海岸角落 尤其下班后 看见黑黑的窗口 感觉这样一个住所 也并不是我的贵宿 儿子挺懂事 他支持我带走一步 这样我感到很欣慰 也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我来到这里寻找那个他 我看到男嘉宾之前那段感情里面 您复述的比较多 什么事都等着你干 也干点 这时候不干 也干 谁都干 男人就多少都一点支持 也得理解 有的人不是那么懂得爱 对不 你要有一个 这个家庭 你知道这个女人太重要了 在你所期待的这个生活里边 对方应该承担多少家务 才算是你能接受的 大伙是要跟我谁干的 男人甚至爱干家务的人 他也屁相当厉害 一般人都看不上你 对 对啊 一般女人都看不上 家庭的活还能包围一样吗 那不可能啊 责任新竹有些事可能想不到 下班找了回去干啥呀 我也得干呢 啊 我觉得还是一起去干比较愉快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那他要是没回来呢 比如说他没回来 那没回来呀 那没回来就另当别论了 利所能及 就是说 谁有时间谁就多干点 谁不累 嗯 谁空前多就多干一点的 我还是很明确的 你真我就真 你假我转身 你不离不弃我生死相随 一直到白头 就比如说 让咱男嘉宾说了 说我会做饭 但是我不爱做 会把他教好 我太有知情了 他可以那个培养嘛 他不爱可以让他爱做呀 就一起做嘛 有老爸的时候爱做了 搞星了 天天回家搞星不爱做饭 一起做了 不有点乐趣嘛 他本来就应该这样嘛 嗯 那原来他不爱做是因为一个人 所以不爱做是吧 对 原来一个人不爱做饭 咱问问密室女嘉宾啊 关于这个夫妻俩在一起过日的 家务活怎么分配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啥想法或者是计划 你不做家务可以 但是你得尊重那个 对方的劳动成果 我刚收拾完你就祸 那不行 比如说我把屋里头收拾干净 对方经理就整整的 嗯 你就是抽烟啥的 就是随便烂扔 咱男嘉宾你抽烟不 不抽烟 抽烟你乱扔不 不乱扔 有氧盒 那氧盖都冷氧盖的 那女嘉宾你援不允许他在屋里抽烟呢 抽烟可以 在卧室不可以抽 在那个就是阳台啥的 开个窗户 那儿可以抽 上楼就拍个眼睛打开 跟她抽 那行 那可以 是在卧室不能抽 抽完之后阿姨抽你了 抽完又味儿大 是 我干活 那还可以 平时自己洗洗衣服什么的吗 自己洗衣服 不洗衣服谁给洗啊 如果说我俩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给她洗 用洗衣机可以给她洗 我也用不着 我怕能 我这衣服您这根洗 用她洗 您给我洗完 她洗得不干净 我不用 我有一圈这根洗 还挺自闭 那媳妇衣服你给洗不 她有些 要冷那一段我就给洗 不冷我多少不会动 我觉得我男嘉宾是个勤快人 是 她不是那种特别攀着别人干活的人 是吗 还是有用吧 回来以前你当时洗不 还找一堆洗的 不 马上就洗 这样 这么一看她脾气好像还行 还行 她是水一个特别简单的人 我觉得大哥就是说 没有觉得这个不行 或者是有什么 自己心里面不能够接受的地方 咱就不多说了 咱别浪费时间 是不是这个感觉 对 和咱们四号姐姐的交流很明了 是不 你这样和对方说话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我说这个话 她有什么想法 她说那话我有什么想法 不会是猜 但是如果要是在平常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生人见面的时候 稍稍委婉一点可能更好 你这个表达呢 是特别让对方能够理解的话 那你就欣然接受了 如果要是觉得 她听可能稍稍有点问题 那咱就换一种方式 也表达一下 也未尝不可 对不对 对 对 她脸儿乐了 你看 都开心 其实叔叔身上有点真的特别多 就是因为她不善言辞 她没有把这些展现出来 我刚才在台下跟叔叔聊天的时候 她都流眼泪 为什么 我很诧异 她一瞬间能接受你老父亲 甚至是到你家去居住 因为她有遗憾 一年多之前她的母亲去世了 其实叔叔原生家庭是比较不错的 她寒心如苦单身十多年 她老母亲帮她儿子 就把她儿子带大 然后叔叔呢 就一门心思在外面赚钱 养家 然后把她儿子楼房啊 包括车呀 都是我们叔叔自己答对出去的 所以她十多年她单身当冠了 好像是不太会表达情感 所以希望各位阿姨们 对叔叔有一个包容的心 她真的非常的善良 说心里话 叔叔都可能给跟我表达过 真的她在路上看到一个乞讨的人 或者是一位老人 需要她帮助的时候 叔叔都可以毫无条件的去为她付出 她只是不善于表达 这么善良的人 她值得拥有一份幸福 所以希望懂她的人 能够走进她 给她一个晚年幸福的生活 我们四号女嘉宾和二号女嘉宾 都是很懂得交流的 一个人的话比较多 一个人的话比较少 但是呢 对于跟这个男人相处 和另外一边相处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种啊 都不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 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今天男嘉宾的 比较幸运的一点 到最终啊 谁走进你心里边去了 哪位嘉宾进了你心里边 还得是看你自己沟通的咋样 四号女嘉宾 刘嘉宾女士 她的情感状况是什么样呢 咱们也通过大朋友来了解一下 女嘉宾傻感情经历 让男嘉宾如此在业 我文化水平还低 对 完了 完了 她没有女生进行 对 她没有 她得有 有好 相亲能否顺利进行 爱的选择精彩稍后继续 你的颈椎还好吗 颈椎不好肩背痛 颈椎不好手发麻 颈椎不好头发晕 颈椎病反反复复 快用快轻松 快轻松排健康胶囊 创新双重疗法 五肾活血 专门治疗颈椎病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认准快轻松 快轻松 真的快轻松 力量迸发再次突破极限 十发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中王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 就选双汇 四号女嘉宾刘嘉宾女士 她的情感状况是什么样呢 咱们也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从小在家人保护下成长起来的我 骨子里是有自己的刚性和棱角的 年轻时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 爱时应该有敢爱敢恨的权利 和不爱时应该有抽身离开的骨气 我的婚姻是闪婚 三十岁的我在一场贯穿青春的恋爱 在高中后到了长春出差 遇到了比我小七岁的前夫 也许是缘分也许是冲动 我在并不太了解对方的情况下 就决定领证结婚 但是现实却证明感情需要细水长流 互相不了解的感情就像一盘散沙 为了孩子维续几年婚姻之后 我就选择了离婚 您的前夫就是让您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不能接受啊 就是他文化太低 就是说话无法沟通 如今孩子上了大学 我也放心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离婚之后我也接触了几个异性 但是过往的经历让我不敢再接受快节奏的感情 我一直在寻找那份可以有共同语言慢慢发酵的醇厚感情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品味越久越浓的晚霞之情吗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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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话水平只能证明你受教育的程度 对 对书本的了解 考试的分 但是不能代表你个人的素质和修养 是吧 这是两回事 对吗 生活当中的具体的指向和兴趣爱好 和你谈论的话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只能够谈到一起方向大致相同的人 才能够生活过得很幸福 那看来我就是表达没表达清楚 我单纯就是指我前夫 就是这个 至于说以后那就 那就是涉及到更多了 不光是学历 学历就是就已经是放了一边了 只是一边一边 翻篇了 还有什么要了解的 没有 没有啦 好 二位请起 在我们走下边的流程之前 给您一个选择的机会 因为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违背了你不养小猫小狗的这样一个原则 我想问一下 您是否要再给他机会走到台前来 不用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站在我们身旁的四号女嘉宾 您觉得这位女嘉宾 您还要继续问他一些问题吗 因为我们下边还有爱的考验 不用了 不用了 不需要了 他选择他 选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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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们清楚了 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来到我们爱的选择的 每一位叔叔阿姨都能够收获爱情 但是有点小遗憾 今天我们叔叔没有收获爱情 您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期待 说我今天肯定能带走一个我喜欢的女朋友 没敢那么想 没敢那么想 对 下回再来的时候 你们就得敢那么想了 好不好 我们也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 希望早日获得爱情 好 再见 我想找一位人品好 性格开朗 有担当 有责任心 对家有一个付出 有稳定的收入 等男士为伴 我想找一位人品好 能沟通 有共同语言的另一半 我想找的老伴一米七以上 善良点 热爱生活 我想找一位饮品好 善良点 身体健康 不抽烟 喝点酒 可以 但被喝大酒 这是一场很特别的相亲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很感动于我们的叔叔阿姨 能够在我们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展现真实的自我 真实的心情 我总相信啊 不管你表现的是什么 只要是真实的 就会有一个喜欢你的人 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你 他也会为了这份感情奔赴而来 如果你也相信爱情 我们爱的选择大门一直为你敞开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再见